要说娱乐圈的喜剧之王小编觉得非赵本山莫属 从小看着他的小品长大 他投资的影视作品刘老根 马大帅乡村爱情系列更是家喻户晓 但是小编觉得赵本山做的最棒的事情就是捧红了 一帮二人传草根明星 赵本山是喜剧界的一代传奇人物 但是近些年他的徒弟却一个一个远离了 最让人气愤的就是范伟和小沈阳了 范伟曾说和赵本山合作赚了几十万 却只给自己几千 赵本山的扣门大家都知道 后来赵本山的徒弟小沈阳也离开了他 而他却对小沈阳说离开了我你什么都不是 现在证明赵本山说的是对的 赵本山在东北的势力很强大 曾经在颁奖典礼上宠龙也是对他毕恭毕敬 他就像是一个老大哥一样 大家都发现离开了赵本山的人似乎发展都不好 乔沈阳这些年也没有什么做成 女儿还被骂长得丑 而范伟也很少出现了 曾经有媒体爆料 只要离开赵本山的徒弟都没有好果子吃 因为怕他们带走集团的机密 现在也不知道是什么机密 可见赵家班还是有些秘密的 赵本山只是选择打压总经的徒弟了 你们觉得赵本山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呢